早晨的槟城跑马园瓷季环保教育站 一群来自中林独中的学生来参访 为环保站增添一股活力朝气 环保志工卢美娇 是环保站宣导团队的协调人员 他从事销售服务 工作时间自由 每每有参访团都尽能力安排时间付出 就是参访团的窗口 我要安排志工哪一个岗位 就是哪一天有参访团来 我志工要召集他们过来 然后就分配你要拎哪里拎哪里 然后随负者讲V6这样子 环保宣导的目的最重要就是 把这个环境的一个危机让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觉醒 然后就是一起来推动就是减少垃圾 然后如何去保护这个环境 2004年卢美娇成立了一组 由一群主妇组成的娘子军 定时定点回收资源 15年来风雨不改 如美娇横持初心 尽心旅行 承担商业机构回收工作的承诺 万一真的有些人很忙很忙 没有空不能出来 那只剩下你一两个你怎么做 我就想我就尽量做我能做的范围 可能一栋楼搬不完就搬半栋楼 我就这样想过而已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有一个真诚的心要去做 所以就有人一直跟 在身体力行中 看见社会人士对环保工作推动的肯定 是卢美娇及环保志工们 坚持下去的助力 在新闻彭敬先 马佩珍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